小腿麻痛案例 马来西亚范先生于2017年4月来台旅游 期间小腿麻痛约一周 只能勉强用拐杖支撑行走 期间自行使用原始点按推并未改善 至台中办事处经按推 爬楼酒烫左腿仍痛 后经志工找出围敌骨痛点 按完温敷后再爬一趟楼梯 即完全康复 全家人开心地继续旅游行程 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刚来的时候我的脚很痛 一直抽筋 来到台中的延迟点 老师帮我做推拿 然后叫我爬楼梯 五层楼要爬十次 所以做好了很辛苦 可是我很舒服 现在我的脚好很多了 可以走路没有麻痹 谢谢老师感恩 处理前 处理后 前后半小时 第二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